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基隆市政千头万绪 在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市政 剖析地方的问题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信义区市议员陈宜 小军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宜 陈宜好 第二位是我们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 小军好 陈宜好 浩安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敏勋好 第三位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张浩瀚 小军好 陈宜好 敏勋好 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浩瀚好 先带大家来看 就是我们过港暖暖 那边的路呢 我曾经在网路上看过 有人说 只要一出来就觉得再骑马 我们一块来看看现场的状况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开车 行走暖暖区过港路时 向到慈明市 也就是一般俗称的 罗杰摩尔社区路段时 坐在车上左右上下摇晃 就可以明显感受到 包括路面老旧军列破损 以及冷孔盖 和节水沟工程夹修复后 路面不平颠簸的各种情况 林敏勋形容 这里路面四处补丁 就像以前乞丐穿的补丁装一样 而目前市政府公务处 河川水利科 已经完成污水下水道接管工程 在基隆市议员林敏勋争取下 预计将在7月4号 以及7月5号两天 进行全路段路面的跑铺工作 也提醒住在这里上千户民众注意 来看看就是暖暖区要道路品质的提升计划 到底究竟怎么样 我们来听听看明显一座为地方争取 刚才我们影片中看到的是 有关于我们过港路十项 也就是大型集合住宅 我们的罗杰摩尔社区 以及周边领防 大概上千户的民众 每天通行 唯一出入的道路 过港路十项 因为长期以来 还没有完成道路的重新铺设 所以路面坑洞不断 也是市场补丁 包含解水沟的甲性回田跟跑铺之后 造成路面的颠破 所以说才会有刚才我们主持人小军姐 所说的民众出来骑车之后 会觉得很像在越野赛道 或者说整个用路的品质非常的不好 其实我们在明显在上一届都有提案 在议会要提案 就是说请市政府要完成路面的铺设 包含到本届的市议会 我们在定期大会跟临时会都有提出 因为先前是卡在我们污水下流道工程 还没有做设置 那时候市府是回复说 污水下流道设置好之后 就会将整段过往路10项的路面 全新的全部的刨铺 那在上周我们有邀请 各五大管线的单位到现场去会刊 那五大管线的部分也都 在配置上也都OK 市政府的相关的同仁也都有到现场 那最后会刊完毕之后 那我们预计会在 112年的7月4号跟7月5号 也就是礼拜二礼拜三 会来做一个重新刨铺的路面 会让整段的过往路10项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个路面 让我们这个骑车组的朋友或是开车组的朋友 不会再像是越野塞道的这个每天出门 因为他们每天出门唯一的道路就一定要经过这条道路 那其实整个路幅蛮长的 那是回家安全回家的路 我们希望是一个非常平整又舒适 符合这个庸路人的期待 而且那边的住户很多对 上千户 因为它是大型的集合住宅 那尤其又是在山上 最后这个整个高低差 这个山市的高低差 然后加上这个路面的颠簸 其实是真的蛮危险的 对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暖暖去 其实也有出现了示范道路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那个其实在这个106年 其实时间回缩到106年 那时候在这个林游昌市长的这个执政之下 原本106年我们的远远路 就已经把它纳入为这个示范道路 那一样是卡在这个污水 因为我们现在在凭全市的这个污水的接管率 那所以说它有分成好几期的工程在进行 那每一期的工程其实 骑程都不一定 然后都有一定的发报程序 跟它骑程的预计 所以说原本我们这个远远路 还有那个过港路八堵路 在今年市政府把它编列纳入为 我们整个基隆市里面 六条示范道路里面的其中三条 我们那区就占了一半 所以说非常感谢我们市府这边 把它纳进去这个示范道路 那前期的这个细部的这个设计 跟这个整个规划 也都已经完成了 那目前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初 我们会向这个中央的营建署 来申请这个 就是这个建制制工的这个经费 那我们也会来持续来推 那其实也不只是这个示范道路 道路品质提升 不只是路面 因为整个示范道路 其实要包含这个人本的环境 那人本环境很重要 是民众有这个人型空间的优化 跟整个专属人行道的这个设置 那尤其是我们希望是设置这个 跟路面上有高利差的 而不是这个标线型 因为标线型有时候还是会有民众 将车辆停上去 对停上去之后 还是会造成这个人型跟车辆 在这个马路上来做一个 真道的这个情形发生 那包含人行道的这个建制 专用人行道 人本环境空间的改善 还有这个赶线移除 电赶下赶线下地 赶线移除的这个部分 也会让我们整个 不管是路面的视觉上 还是说这个整个天际线 都会变得非常的漂亮 那一并来做整理 那其实因为我们那里去 其实主要的道路是 东四街 暖暖街 然后远远路 八斗路 过港路 那在去年其实我们完成了 东四街的这个道路品质的提升计划 那民众相当相当有感 那我们回顾一下 前几年我们在骑东四街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用路品质 真的就是比过港路十项还糟 那很常有民众在那里摔车 然后坑洞 大小坑洞不断 那在去年完成之后 现在其实整个东四街是我们最平顺 平整的一个道路 那我们未来期待 过港路 八斗路跟远远路 我们都可以是一个很棒的这个舒适的一个环境空间 就像我们之前其实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赶 我们从那个暖暖出发 我们行经要去市区 如果行经我们的这个南农路 或是如果要去安乐区行经我们的麦经路 其实都是相当平整 那尤其信一路 人一路 这个更不用讲 这早就已经规划成示范道路了 那也是其实也是借这个道路的品质提升计划呢 来让改善我们现在目前在路面下的五大管线 其实很多为人诟病的是说 很多市民都觉得说 基隆市的路非常的破损非常的烂 为什么每天东挖西挖 或者说路面不平 其实我们路面烂的都不是路面上 我们难处理的都是路面以下 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包含自来水 包含台电 新隆瓦斯 这几个单位 其实尤其是自来水 以前的那个管线 旧的管线没有太换 那造成破管漏水 这路面当然就不会好 那我们也是借由示范道路的推动 让整体的这个管线 重新再做一个更新 那五大管线全部更新完毕之后 共同管沟拉完之后晶片定位 以后路面上也不会有这些 这个我们看到的人孔盖还是什么 然后而且示范道路做完之后 两年内预计是不会开挖 那信一路跟人一路 在我记得是民国105年 还106年就做好 到现在已五六年了 其实也都没有开挖的 大面积开挖的迹象 除非是有一些商业的一些开挖 不然其他其实都没有大面积开挖 那管线上也都非常的顺利 所以我们希望说 其实借由这个道路品质提升计划 让整个用路跟整个人本环境 跟整个天际线 整个视觉上都把它提升起来 让我们的城市可以跟台北一样 让我们是进步的一个城市 是真的 就是要让人民悠感 所以这个人本环境的空间 优化这件事很重要 不然会走得不安全也不安心 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中正区的封人街65巷口 常常发生车祸 我记得陈姨一座是不是也曾经目睹 然后赶紧下车去救人 那一块来看看 其实我们的浩瀚一座很关心 就办了很多次会看 最后结果怎么样 快看看 中正区封人街65巷口 4月初发生严重的车祸意外 两部机车对撞 造成私人受伤 封人街沿路巷口多 机车从巷口出来 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碰撞 因为我们不管走路也好 走路也好 像我们带小朋友出来的话 真的都是左右要看很久 有时候已经没有车了 要过去上面斜坡冲下来的车 那我们又要倒退 接着连山发生车祸意外 让居民提心吊胆 金融市议员张浩瀚 邀集了公务处 交通处警察局等单位会刊 研议改善的措施 包括封人街电线杆林立 65巷口这一根电杆 容易遮住视线相当危险 65巷左右两侧 的跨口红侧 然后再把我左边的这个电线杆 把它移除 因为电线杆会挡住视线 所以电线杆移除 我们整个路的光明度比较够 而且再来就是说 我们从斜坡100巷下来的话 整个封人街 从那个吊下场那边 西国东那边下来的话 路面斜度又爽弯 所以速度可能会比较快 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加强 它的内造式的那个 那个看板 然后再来就是 把人行道改成 化成那个绿色的 蓝色那个路面 在晚上能够加强 每个人开车的形式比较重要 而封人街因为下坡之后 车道比值 一般车速都很快 中沙里里长 廖文雄就建议交通处 参考外线市 事办新式的减速标线 来降低车货率 那其实外线市 高雄新竹桃源 其实他们都有在 做这种变形的减速标线 比如说减速平台 然后那气型的减速标线 那这个都是可以有效解决 让车子有效减速 然后也不会有噪音产生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外线市 据我所了解 从103年就已经有开始在试办了 那他们在110年的时候 也有扩大办理的情况 那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借进外线市 那让我们基隆可以迈向一个 比较科技型的 比较一个先进的一个城市 我们风冷街在近期 发生了一个多起的一个车祸事故 那今天特别邀请两位里长 包括我们的廖文雄 及魏军隆里长 共同来到现场来会看 那希望来改善风冷街周边居民 出路上面的一个安全 那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 主要原本是希望说 用这个耗质化的一个灯感 来做整个路口的一个管控 但是因为考虑到耗质化路口了之后 要增设其实有一些的困难度 包含道路的一个挖掘 以及电感设置的一个空间的点位 其实都有非常长期需要讨论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现在采取一个折中的模式 就是把我们现有的一个路口的一个 告示排面 那全部换成一个内造室的一个排面 就是希望说 借由LED的一个警示的一个措施 让我们周边居民 或者是说外地的人 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以借由这个排面的一个警示 能够达到减速的一个效果 那针对于各项那我们也会增加 所谓的停止线 以及告示的一个措施 那希望说让周边居民 不管是在通行上或者在行走上面 能够获得一个更安全的一个保障 那最后在路口的后侧 就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电感 耸立在这个区域 那它其实对于路口居民出来 也阻挡到整个行车上面的一个视觉 真的就是要检视我们道路的行车视线 因为任何的死角都会造成意外发生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浩瀚艺座 那谢谢小军姐 那其实风冷街的这一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基隆的单一个案 大家可以知道 其实基隆是一个多山的环境 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个道路 除了笔直以外 更重要都是要么就是上山 要么就是下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其实像风冷街 它是一个比较明显 就是它是从振兴隧道出来之后 它过了几个转弯 到一路到安兰桥的区域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长的 一个笔直的一条道路 所以其实在这一个道路上面 非常多的这个行车的速度 其实都非常的一个快 路段好又下坡 对又是下坡路段 所以在安兰桥地区 其实那个周边的居民 现在大部分都是比较年长的长者 所以在每次在进行 所谓的道路的一个穿越的时候 其实都胆战心惊 都很怕担心上面的车子 如果下来 如果速度够快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碰撞 那其实在前一阵子 在四月多的时候 就在夜间就发生一起 不幸的一个死亡车祸 那当时我们的陈寅议员 也在现场来协助 患者的一个救治 那但是这件事情 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检讨 就是说在这个道路的系统上面 应该要做一些的一个调整 那其实在经过 这一次的会康完成的 会康之后 其实我们在五月中 已经完成了相关的一个 夜间的一个警示的一个排面 包含了就是会闪烁的 这个慢字的一个告示 以及所谓的警示的红蓝的一个爆闪灯 都是希望的说 提醒用路人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 能够减低 他的一个行车的一个速度 那么其实对于周边居民来讲 其实大家每天都真的 过得非常的一个担心 那尤其真的夜间照明不足的时候 容易发生事故的一个危险 那所以这也是 除了这一条风冷街之外 其实我们也在期待说 其实基隆在更多的一个下坡路段的时候 应该都要完成这样相关的一个警示系统 那尤其在临近住宅区人多的一个空间 我想这样的一个措施完整了之后 才可以真正保障我们市民 在通行上面的一个安全 那我想除了在风冷街的这一段以外 像近期其实在新丰街上面 尤其在这个人车非常多的一个社区 以及道路上面使用上面 其实在近期我们在两周前 我们也跟市政府一直积极来建议 只是做所谓的绿色斑马线的一个划设 那也在市政府的支持之下 他们也看到说新丰街 整个人行在通行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非常的一个人车要争到 那人车在做闪避的过程当中 真的其实相当危险 所以在两周前 我们也把所谓的绿色的一个行穿线 能够划设完成 我想我们在这个城市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近期整个国家一直在讨论 所谓的人本环境 那除了所谓的道路的一个平整以外 我们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尊重行人在马路上 或者是在人行道上面 行走的相关的一个权利 那在这边也是呼吁 我们非常多的一个市民朋友 尤其在山坡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过程当中 真的要降低我们行车的一个速度 因为毕竟如果不小心发生了碰撞 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损失 我们也不乐见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就是要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 而说到这一个 大家可能多少会收到罚单 要带大家来看看被民众抱怨的东民路 就是在我们的法院面前 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基隆地方法院前面的东民路 东信路以及重法街路口 由于从东民路往东信路 以及培德路方向行进这个路口时 因为地上划设有右转标线 但是一般机车骑士和汽车驾驶人 都认为这里是执行道路 交通号制也没有特别的右转指示灯 很多人都不会打右转灯 因此容易被检举吃上罚单 这边常常会有民众就是误开 因为就感觉是直线 但是我为什么又要打右边的方向灯 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我的服务处呢 平均一个月大概四件 那其他的议员呢 我想是每个月也是都会有民众来 抱着不满的心情 就是说我是直线 我还要打方向灯 而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和信义区四位市议员 一样都接获民众的诚情反应 所以邀请市政府交通处以及警察局交通队等单位 一起到现场会刊 交通处也将在这两天 突销右转标线改为执行标线 改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四位议员都非常关心这个路口 那这个路口其实我们刚刚看了以后 我们认为这个不应该 交通处跟交通队警察局 不应该用道路的设计 还有标志标线的一个失误 来让我们的民众接受裁罚 那我想这相关的层情 我觉得应该交通队 还有交通处应该立即来改善 因为这个路口你看 红绿灯这么接近 它用一个小小的陷阱 让检举达人 有新的民众来特别 一直检举我们的民众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路的设计 应该重新规划 那我们也要求交通处标志标线 今天我们会刊结束以后 就可以立即来改善 我们在礼拜五前 我们就把这个右转箭头的标线 改成执行的标线 然后也让整个车流更加顺畅以上 市政府交通处也发挥超高效率 会刊之后的当天晚上 就已经把地上右转标线 改为执行标线 这个问题真的是解决了 其实像这样的接到罚单 很多案件对不对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呼吁一下 对 在我服务处呢 大概每一天吧 就会有四位民众 然后就是会受到罚单 就是因为他没有打 右转灯的方向 其实明明是直走的 但是因为就是路上的标示是往前 应该是说路上的标志是往右的 但是其实是那个号制是绿灯 那民众都会觉得说绿灯应该就可以执行 但是他却不知道那个是右转 所以就是导致民众会误解 那我一天是接到四个民众 他觉得很不满 那包括我们新一区四位议员呢 其实都有接到很多的民众来反映这个路线的那个标示 很奇怪就不服 那也是感谢我们交通处 还有我们的同意长来协助 把我们的往右转的这个指示变成直线 然后现在自从当天会刊以后 就没有再收到民众的陈情 那另外一道呢 是原本是直线的 然后变成往左转 这个标志也是近期化好的 我相信新一区的民众应该近期都走东明路接东信路 东明路接东信路 或者是东明路去从法界应该都会很顺利 是就至少不会再被人家检举接到法单的这一件事 就是要让民众很知道帮民众解决在地的问题 那一样呢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帮民众争取福利 而且还要帮毛小孩争取福利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米薰一座 他就争取在暖暖运动公园来设立宠物公园 在主人陪陪陪伴下机灵又敏感的溜溜 不自觉在暖暖运动公园内奔跑起来 不过毕竟是让民众运动休闲的主场地 必须另外规划一处毛小孩的专用运动休闲区 就在跑道旁边的边坡上 其实作为市主来讲会希望就是我的毛小孩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就是周围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场地可以让他们放风尽情的奔跑 因为像一般的话在路边啊 其实相对都是比较危险的 而且可能有车子的鸣笛声小朋友其实都会吓跑 那有过看别人这样的经验的话 会希望就是作为一个市民能够在暖暖区有这样的地方的话 会觉得非常的幸福 我的毛小孩也会非常的开心 机动市议员林敏勋特地邀请市政府产发处动保所人员 以及宠物公园评估规划公司人员和民众以及毛小孩 到暖暖运动公园内这里现场勘察 林敏勋认为目前在全市评估设置宠物公园所有条件的地点中 这里最适合 因此积极争取市政府将宠物公园设置在这里 所以目前在这个选址阶段 我看了很多地方 那包含这个望海巷 包含这个必杀鱼港 包含我们暖暖运动公园 跟很多可行性区区都有设置一个地方来做评估 那因为它宠物公园的设置必须要超过2400平方公尺 那最好地幕是我们这种室友的土地 那这个整个面积啊 跟土地跟等等条件之下 目前看起来我们暖暖区的运动公园 是最有机会来成为本市首座的这个宠物公园设置的地点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边 明昕这边会来全力来争取 那建议市政府来在暖暖运动公园这边 来做一个我们本市第一座的宠物公园的设置 那我们会努力来争取这个经费跟预算 那希望说可以让我们的毛爸爸毛妈妈们 可以有一座带着毛小孩来放电的一座宠物公园 那我们希望设置在暖暖运动公园 原本基隆市第一座宠物公园 非常有可能将会落脚在中正区必杀鱼港 不过因为一些因素出现了变数 而在掺着其他地点的评估条件后 市议员林敏勋表示 在暖暖运动公园内规划一区作为宠物公园非常可行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敏勋异作 真的很努力在争取为毛小孩的权益来谋服 我们来听敏勋异作 是那其实这个是在我2022年 这个在第十九届 但是第十九届议员的时候 我就有向市政府来做一个提案 那希望说这个市政府能够在我们基隆市 来争取第一座首座的这个运动 宠物公园的设置 那其实原先这个设置的折点呢 其实市政府有在门门本市的七个区都有折点 那其实原本第一座应该会是设在 这个我们中正区 我们浩瀚议员这边的这个必杀鱼港的部分 那因为后续跟渔会跟渔月署整个讨量上 这个可能后续这个 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比较多 那所以说第一座会设置在我们那运动公园 那其实因为宠物公园它的设置必须要符合几项的条件 那包含这个基地面积要大于2400平方公尺 然后基地的任意边宽度至少要25公尺 然后他们会以这个基隆市的公有土地 不用去跟人家借地还是拨用申请 为公有土地为主 那实用分区也是以公园绿地 或是这个公园用地 教育用地为主 那这个坡度要小于30% 然后不用做土地的使用变更为原则 然后要避开这个土地的这个地质敏感区域 所以总和整体全部的这个条件呢 那最后设定 因为我们这七个七大项的条件 我们暖暖区的这个暖暖运动公园全部都符合 那最后责定在我们这个暖暖区的这个运动公园 那其实因为运动公园 他现在在推广这个全灵化的友善公园 他包含有这个亲子儿童区 我们一个很长的这个六滑梯 是我们小孩的这个放电区 就是很喜欢去游玩的地方 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去 那也有这个环场的彩虹跑道 也是刚设置完毕 那也有这个右兵场 羽球场 网球场 跟这个篮球场 还有棒垒球场 其实各项的球类运动 也都非常适合在我们的暖暖运动公园 那包含长辈的体健设施 在里面也都有 所以他已经是个全灵化的这个友善的公园 那其实现在很多我们这个年代 其实很多毛小孩都已经 就是应该说是宠物 我们都把它称为毛小孩 其实就已经变成是我们家庭生活的成员之一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全灵化 让全家大小都可以去的话 不只是小朋友 中庄青壮年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甚至我们现在连小朋友 连那个毛小孩 我们都可以一起带到南南运动公园 来做一个全部的游玩 就是一次一票完到底的那个概念 那宝宝爬行大赛 对对对 然后带着这个什么毛小孩 我们就可以到这个 从运动公园来做一个游玩跟放电 那其实这个规划 我们当初也办了两场的一个会刊 然后其实去年八月的说明会 其实都有来做一个讨论 那其实在去年预算编列之后 原本预计是在今年 2023年的6月中旬应该要完成 但是后续因为发包 跟整个在讨论会议上有一些delay 那尤其就是新旧的这个政府 市府刚交接 那所以说这个事情行程有稍微 时程有稍微往后延 那我们也跟动保所确认 那包含这次的定期大会上 也一样这样提案跟总咨询 那市长跟市府跟动保所的回应是说 确定在今年年底以前可以建置完成 那建置完成之后就会是本市 基隆市本市的首座的这个宠物公园 那我们的这些毛爸毛妈们 就不用再把我们的那个毛小孩带去 可能说是像那个内湖的这个迎风公园 还是说宜兰的这个宠物公园 或是甚至有些跑得更远 跑到苗栗去跑到台中去新竹去 其实那个都会浪费这个时间成本 那我们其实留在基隆 好天气的时候留在基隆 让那个毛小孩可以放电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一个环境和空间 那当然我们在规划上 其实我们也有请这个 教育处跟采发处来做一个 很像的沟通跟联系 因为这个场地是属于 教育处所管辖的 那在这个我们从运动公园的路口 进到这个宠物公园 它其实是有满长一大段的这个空间 那现在其实在运动公园的规范 的使用办法规范里面 并没有去限制所有这个狗狗 需不需要这个 那个牵绳 现在进去其实不用牵绳 那甚至有些 可能我们的狗狗比较兴奋 看到人或是看到小朋友 他会比较兴奋 那可能会想要打闹 那有些小朋友可能 比较怕狗的 比较怕生的 他就会吓到 那既然这个问题呢 也会在这个 这个宠物公园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会在那个 我们的环状的这个跑道上 去设立一段 就是专属这个 我们毛爸妈妈可以带着狗狗进去的地方 那到时候可能在使用办法上 我们应该会讨论的 是否就是抱在身上 或是以牵绳的部分 我们让那个 毛小孩可以直接到达 我们的这个 宠物公园之后呢 他有分大型犬肢 跟小型犬肢 的那个地点之后 我们再把他 那个细绳 把他截开来 然后让他在里面 自由的放电奔跑 然后结交他自己的 毛小孩的朋友 那我们希望未来这个地方 是可以设置成为一个 我们金融市 非常非常吸引大家来 那个毛小孩来放电的一个空间 是 真的就是要有空间 让大家现在可以 好好的来休闲放松 要带大家来看看 金融艺政公园的国民广场 因为它的腹地很大 却没有完善的规划 我们陈宜艺座呢 就特别争取 要全面绿化 让民众有很棒的休憩场地 一镇公园国民广场腹地广大 平常运动人潮相当的多 不过广场没有完整规划 一旁虽然设置有实意 但却很少人使用 周边到处都是狗狗的粪便 很好的一个场地 全部都是狗大便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规划 一群常常在国民广场运动的民众 联合向市议员陈宜陈勤 希望能够有效利用这一块区域 市议员陈宜邀请了都发处 等单位会刊 建议全面绿植栽 规划草皮休息区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政府的计划 当它说可以做的时候冬天 冬天草都死光光了 要做的话要春天赶快做 马上两个月就是绿油油的 你不要把它拖到 拖到什么冬天秋天再来 不好意思刚好还有一个行政流程 希望就分两块 一块就是给民众去好好使用这块草皮 那另外一边呢 是让宠物可以就是有喜爱爱狗的人士来这边没有狗 由于市府针对这一块区域陆续有规划的方案 市议员陈宜说会将民众规划的建议 送交市府多发处参考 若经费不足的部分将会动用一元配合款 协助办理 就是要营造民众的休憩空间 其实现在有这样大草坪 大家可以坐在草地上来看 远方的风景真的是很幸福 没想到基隆我们的中正公园 我们的义正公园就有这样的场景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陈宜艺作 对因为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综合体育场就在整建中 所以很多的运动的朋友 从早上清晨的四点到晚上的七八点 其实都是在往义正公园那边做运动 不管是休闲散步或者是去训练体力都是在义正公园 那其实义正公园应该是基隆市可以看到山 可以看到海的地方 而且那里真的是很漂亮 尤其是昨天下午不是出了一道彩虹吗 那很多的民众刚好在那边聊天休息的时候 就看到一道彩虹就大概有将近数十人在那边拍照 他就觉得说哇 这感觉好像仿佛在国外一样 那其实呢 这么好的地方呢 应该是要去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的草在我们每天就是现在夏季 那个杂草都长得很快 那其实民众去那边就是第一个会怕蚊子去顶 第二个是在走的时候呢 那个草会就是打到小腿 其实是蛮不舒服的 那其实草这么长的时候 那市民一定想说啊找民意代表 找民意代表就会来出草 那还不如来请这些民众呢来维护管理 这样子会来得更好 不然时间到了 每次都要找民意代表来除草 协助除草 所以我在上一次就办一个会看 我就是请那个公用管理科说 因为还不如就是我们规划给民众去做使用的时候呢 请民众来维护 那听起来也不错 就是说民众你使用他 那你也要来维护他 那要怎么维护呢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叫做地毯草 地毯草就是说我们种植的时候 我们不用大量的浇花浇水的那种概念 他只要种下去 他只要他的种子只要跟地皮 如果有吸收的话 这个地毯草是非常好保养的 那这些市民朋友 就是刚刚看VCR的时候 这些会刊的民众不是我叫来的 是他们本来就是固定每天 就是下午的时候都会在那边运动的民众 他们很关心 他们也很喜爱这个义政公园 他们天天到那里 那希望呢未来 这些爱运动的民众们 他们可以去维护 那维护之前呢前提就是要把这些草皮给 就是好比较好种嘛好保养嘛 那希望市政府可以就是来让我们民间去围管 那我也会建议我们市政府把义政公园做得更美化 那让喜爱民众喜爱运动的民众就可以天天到那边去做运动 是就是要为民谋福让民众可以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同样的呢要带大家来看看呢 我们的艺座也非常用心哦 解决民众的问题 像是在正兵国小 因为这个校园内的家长接送空区 空间是非常的狭小 人车混杂 没想到这样我们的浩瀚艺座争取下 现在变得非常的流畅 上课时间一到正兵国小大门口仿佛成了回车场 在老师引导下车辆倒车回转再出校门 这地方我们的回转半年其实很小 那大车小车同时接触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在校内 老师就要像交通警察一样 随时在指挥交通 然后像我们的那个大车要后 要那个倒车的时候 其实他看不到后面的摩托车 都要靠我们的老师去掌控那个摩托车 要不然摩托车跟大车小车很容易会互撞 那这一个是非常要小心的部分 不只车辆每天在校园内回转 接送孩子不方便 校园外车辆路边停车 让孩子下车 也常常造成降风街交通回堵 这边会一路回堵到立德路上面 因为那个时间立德路也会有恶心上去 市议员张浩瀚两年前积极寻求改善 向教育部争取经费 在校门口设置回转道和通学步道 希望解决家长接送的乱象 过去正面国小的一个校园入口 其实非常的一个不方便 尤其在下雨天的时候 那家长在接送 其实因为堂地的一个失滑 所以十分的一个危险 那另外因为这个停等区的不足 也容易导致小梦街交通涌灾的一个情形 那我想从两年前 浩瀚就与我们当时的王春盒校长 以及现任的一个王培兰校长 共同来做一个讨论 就是希望说寻找一个方式来改善整个 正面国小的一个校园入口 那终于再经过两年的一个努力 那向招育处来争取相关的一个经费 那到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个施工 那现在工程预计在四月底前 能够顺利的一个完成 那相信这个新的入口意向 一旦完成了之后 可以符合我们对于人本计划的一个要求 就是要解决这个交通问题 让这个行车不打街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浩瀚一座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也都是 是 那刚才看到的一个新闻的画面 最主要是针对我们中正区的一个正命国小 那我想正命国小在今年正式 应该说去年正式推动成为 我们中正区第一所的一个双语国小 所以也让非常多的一个家长 愿意将他的孩童 送到正命国小来做就读 所以他的整个学校的一个师生比 应该说学员的人数 其实在各校比起来 他不减反征 那当然在这几年 我们也在思考整个学校 在校园入口的一个接送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不只是接送的家长来反映 其实周边小梦街居民都一直在反映说 一到正命国小上下学的时候 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交通的 一个拥挤的一个情形 那过去因为在疫情 所以非常多的家长的车辆 他是没有办法进到校园 因为校园内部不开放 那所以导致了所有的车辆 都集中在学校的外侧 然后跟小梦街的道路上面 那一来是说这件事情 对小朋友的接送来讲非常不安全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学童 那下课的时候就是他用 可能在跑步然后冲出校门 可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早期的铺面 涨了非常多的一个青苔 所以不管是在夏季或者在雨季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都会经常在那边跌倒 那其实也衍生了非常多接送上面的安全 跟交通上面的一个安全 那所以从前年的10月我就跟当时的这个 这个王春奎校长一起来讨论说 我们要如何改善学校入口的整个的一个接送的环境 以及跟校园入口的一个意向 那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 我们也努力向中央的教育部来争取一个改建的一个经费 那终于获得中央跟市政府的一个支持 我们获得500万的一个经费预算 来做整个校园入口的一个改善 那其实这个改善不是单纯只是说 找设计师来把图坏化 然后就来做 其实这一段过程当中 我们也透过了家长的一个参与 我们跟家长会一起来合作 那希望把家长对于整个校园入口的意向 那提供他们的一个意见 那认为怎么样的一个接送 或者怎么样的校园空间 对他们来讲才是真的安全的 而且符合使用者的一个规范 那我想在现在的工程已经大致上已经完成 那预计在这个月底 就可以完成所谓的验收的一个工作 我相信这个正名国小的校园入口 只要往八楼子方向的居民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他现在应该是变成 全基隆市校园入口最漂亮的一个学校 那我想未来除了正名国小以外 我们也更希望将这个校园入口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计划 其实纳到基隆市其他的国小或者国中的一个校园空间里面 那尤其因为现在中央也开始重视所谓的人本计划的这件事情 内政部也编列了非常多 针对于改善校园入口或者交通的这样的预算跟经费 那希望各县市尽快来做一个申请 那我想基隆市在去年就我所了解将近就有九个案件被列为需要改善的一个校园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这边在议会也期待说市府应该要立即的提出相关的一个计划跟配套 那希望从正名国小开始做起 让我们基隆市更多的一个校园的一个入口环境 跟人形的一个空间能够获得更大的改善 那另外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工程 透过跟家长的一个参与 然后让整个校园入口能够更加的一个美化 我相信正名国小一定会成为基隆市 那第一个示范的一个亮点 那接下来也希望说我们在其他的校园也能够成功来做推动 是 就是有感的公共建设这样的亮点工程 就是让人民觉得有品质的生活 要带大家来看就是我们暖暖区的行政中心 就是我们现在的区公所大楼 一块来看看我们听敏讯艺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很努力在争取他更新改建周边的工程案件 那那个暖暖区行政中心其实是在我担任第一届议员的时候的 第一次的总咨询的大会的第一个问题 我就请教林永昌市长 那希望说可以让我们的总咨询区的行政中心来做一个更新改建 那因为现在我们基隆市七个行政区 包含暖暖再来是安乐 剩下的我们信义区 东正区 七堵区 仁爱区 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行政中心 那我们的行政中心从民国73年启用到现在 也已经是40年的这个岁月过去了 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区公所里面的整个环境跟结构 其实都非常的老旧 那尤其是这个电梯 时常都是有故障的频率 那我之前还曾经卡在那个电梯里面卡一半 那从那个隔墙 隔键那边爬出来 那其实是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乱去办了很多活动 比如说像大型的庆祝母亲节活动 好让好事的表扬 父亲节的活动 或是其他大型的活动 我们都不会选定在虚风所 我们都会到我们的定乡里 里面活动中心的这个风雨操场 或是活动中心里面来做办理 那所以说这个会造成我们非常的不便 那尤其是今天早上而已 我才又跟这个我们那个谢伟阳市长 我们有到这个行政中心的五楼的礼堂去看 未来他希望说把这个地方变成是我们允许区内的这个室内儿童乐园 那所以说这个整个更新改建案 其实未来我们也希望说是可以一并来做一个推动 那所以在去年我上一届的第十九届市议员的时候 在去年年底其实那个市政府有编列一笔规划预算 在今年执行 那其实也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整个规划的一个设计 那顾问公司有提出几个方案 那第一个方案当然就是我们那时候 我建议市长的在这个行政中心周边呢 因为我们有机关用地市场用地跟这个商业用地 那其实结合周边的这个整个土地来做一个共同开发 那可以说这个把这个整个经济面积扩大之后呢 那我们整个行政中心改建之后能够开挖地下停车场 这才能有效解决我们整个儿园区周边这个停车空间不足 尤其是我们那个我非常记得今天早上的谢伟阳市长 跟先前的林永汉市长 然后陪同两个市长去区公所的时候 他们的车都只能围停在我们的这个区公所前面的红线 跟公车停上面 因为周边没有停车空间 即便有划少数的这个停车阁 其实根本就是停满啦 你要是天选之人 才有办法去停到 运气很好才有办法去停到这个停车阁 那所以说这个整个周边环境的停车空间呢 虽然说我有努力在这个桥下 争取到一个大型的这个停车场 但是其实因为有段距离 所以说民众在使用上可能还不是这么的频繁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整个行政中心呢 在未来发展整个老街的情况之下 能够让他整个行政中心 能够有地下停车场 那供平常的居民 夜间的这个跟月租的形式来做停驶 那如果我们有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们7月开始的这个薪水季 也都可以都在区公所的周边嘛 那也都可以来这个 来因应这个停车的这个空间跟需求 那才有办法真正让我们整个老街的活化与再造 那行政中心目前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就是像我刚才所提的这个结合 原汁改建 然后配合周边土地做一个联合开发 然后它的基地面积大之后 可能这个容积率比较高 我们就可以盖比较高层 那尤其旁边又是市场用地 那我们那时候是建议市政府是说 我们可以比较像我们台北市大同的这个行政中心 蓝州市场 它就是一二楼是做这个市场使用 因为我们那里去其实也少 也没有这个市场可以来做一个购买 然后尤其是比较新允的市场可能会有美食的区域 然后美食广场跟比较新的这个摊商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都在推这个传统市场转型 跟更新改建 那所以我们说配合这次的改建工程呢 能够有这个规划去设计 那一二楼做商场市场 然后那个上面做行政中心 那如果有机会 其实我也有提醒那个市府说 如果有机会在规划 是不是我们本是第二座的这个国民运动中心 也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实现 那当然都是在顾问公司里面的这个规划里面 然后我们有提供这些意见 那这个第一个方案是原子改建的这个方案 可能但是需要克服跟需要的时间跟经费都会比较高 那第二个是方案 他们是提出来在我们这个地内的部分 有一块教育用地 目前是暂时做停车场的使用 那是我们基隆市自己的室友地 教育处的这个儿童游戏预定地 就是儿童公园的部分 那块地其实也是有机会来做设置这个行政中心的更新改建 那原本如果确信在那个地方的话 那现在限制的这个行政中心就有机会去想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机会来做另外的一个用途 然后让整个暖染区内 整个可以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跟蜕变 那这个当然就是必须要去思考 所以我目前为什么这个案子还在讨论那么久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说因为两个方案其实都有它的优缺点跟它的利弊 但是我希望说是我们暖染区的居民可以是可以赶紧来 享用到一个比较好的行政中心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区公所 护证事务所 卫生所 派出所 警察局都是分散在各个的地方 像卫生所在281项 然后护证事务所在246项 然后我们警察局在暖染街上 那其实如果能够一起把它整合起来 在同一个地方办公 其实我们的行政效率也会比较好 那大家也不用流落在外 比如说我要办业务可以一次就完成 一条龙 对就一次完成 那行政中心新颖 这样看我们就很羡慕我们新一区的行政中心 还有图书馆 东正区的行政中心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包含刚才小军姐讲的这个图书馆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赶紧加速 推动这一个工程 那当然说时间上可能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但是至少我们有往这个去前进 不然这个一二十年来 其实经历过很多届的市议会的议员 然后包含民众的期待 其实十几年 判的就是这个行政中心可以更新改建 然后让我们整个乱区的原本的繁荣 可以重新再来做一个活化 因为你有一个地方在做重新的更新 然后做一个劳动的动作 会让整个周边的环境可以再提升 因为尤其其实基隆发展最早的地区应该是暖暖 那暖暖以前就是有这个九万十八千的这个美名 就代表是说这地方曾经很繁荣很富裕过 那但是因为时代的这个更新 那到现在其实我们暖暖区有点 开始比较沉寂跟没落 那我们希望说尤其是老街 大家一直都知道暖暖老街 可是其实我们整个老街并没有整个把它带起来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一次 然后包含也不只是文化历史的部分 还有这个整个生态旅游其实都可以从这个驱动所这边来做一个起点发散 那包含我们的这个暖冬峡谷啊 包含我们的这个暖兴公园啊 随原地其实都可以从行政中心做中心点往外去发散 但是我们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的是停车场 没有停车或是说整个即便你坐火车来 其实也都是需要一个有一个空间可以做中心点来做一个发散 所以行政中心的这个更新改建案 我们会持续来做一个追踪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不要是最后一个 因为目前五个区都已经都完成了 那安乐区公所跟暖暖区公所是最久的 我们暖暖区更久 那它相差没几年啊 但是我们希望说可以赶紧不只是暖暖区 安乐行政中心如果能够更新改建 也都是造福我们安乐区的民众 那我们会赶紧来推这个工程 是就是要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所以刚刚说到的暖暖区公所先改建这一件事情 就可以让周边不一样的发展起来 对一样也是关注在地问题 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近年来备受重视的 月经贫穷社会议题 你可能很难想象 但是我们的陈怡一作呢 她做了努力 她踏出了第一步 让我们的校园更友善 快来看看 天使之一 少女圆末 启动青少女圆末计划 市议员陈怡集结服务处爱心 募集人力 财力 物力 以实际行动提供卫生棉 每个少女都会碰到这个月经 然后经期的问题 那其实有些清寒或者是低收 或者是中低收隔代教养的少女 她们这方面的知识 资源比较不足 所以就是想说 把一些卫生棉放在学校的保健室 所看见的这些卫生棉跟卫生棉包呢 是由所有的志工 还有一些爱心人士 还有一些福人社跟企业团体 她们小额的捐款 希望就是从信义区开始 我们起步了以后呢 希望呢就是每个女童 在她们的学习过程中呢 都能很健全很健康的长大 先从信义区国中小八校 与基隆家福中心着手 不只卫生棉 还有可爱的卫生棉包 期盼女孩们更懂得保护自己 我们非常谢谢陈怡议员 能够提供女性的卫生用品 能够让我们的小孩子 在学校的时候 突然之间 忽然有需要的时候 能够再就近 能够使用 那这是一个贴心的举动 那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呢 能够让我们的友善校园 持续的更温暖 身为女性的教育人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 唱一张子的照顾女童 因为确实是很多女孩子 所有女孩子成长必经的历程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上 东方国小很荣幸可以参与一份 那我也看到 我们现在区域各校的校长 在这件事上 其实都各有想念 那我觉得好事从能开始 这一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真的很感谢陈怡姐姐 天使之意 美丽青少年圆梦计划 市议员陈怡 希望这平台 结合社会深心人士 或企业团体 整合各地的资源 帮助经济弱势女童的教育学习 让她们顺利度过 青春期的变动阶段 朝梦想飞翔 就是要从零开始来打造月经平权 消敏月经贫穷 然后我们的陈怡座 她就跨出了第一步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教 对 在陈怡原先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一直想要做这个月经贫穷这件事情 因为陈怡就是关注的体育 富佑跟弱势这一块 那后来就想说 其实很多像同一个学校 但是他们每一位学生 都来自不同的家庭 有些是隔代教养 有些是单亲 然后有些是 可能是有低收证明的一些学生 他们其实在购买这些生理用品 是额外的支出 但是有时候他们的资源不足 后来就想说 应该把一些生理用品放在学校 他们直接跟那个保健室的阿姨去拿 然后后来因为去年也是 因为选举的关系 一直拖拖拖拖到今年的2月 才真的是启动了第一步 那每个月呢 就是学校的校长会跟服务处说 他们有多少学生需要 有多少学生是低收户 或者是隔代教养 这些清函证明的这些学生们 都会跟服务处来做联系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是转学 或者是毕业 他们的数量每个月都在 我们都在清点那个正确的数量 那从2月份一直做 做到6月的时候 那时候开大会我也是提出来说 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 很必要很需要去来去推动的 那也很感谢金融市政府 他说从今年的8月要开始来接手 那接手之后呢 那陈寅就只能退到第二线 就是由市政府来这边来给各个中小学校 来补齐他们所要的生理用品 如果不够的话再跟陈寅服务处来说去 那我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暖暖 暖暖定内社区发展协会 当时也有捐一批给陈寅服务处 还有我们金融在地的竹间企业 就是火锅店 他当时也看到 我有先启动了这一步 然后他就觉得说 这种其实真的很有照顾到我们 就是这些在成长中的这些少女 所以他就也有一起来协助 那希望呢 这件好事呢 能响应更多的一些资源 跟照顾更多的少女们 对 就是要让善的循环一直不断的下去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我们的新封街那里 真的是每次就是塞车大排长龙 要带大家看看是不是有解决的办法 金融市政府历经六年的规划 完成了八斗子段的牛丑林小段 第八期的公办市地重划规划案 面积将近有30公顷 这样打造下去之后 是否可以为新封街带来了交通数捷呢 我们来请教我们的好汉一桌是怎么看 谢谢主持人 那我想正在新封街的一个居民 他们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新封街的一个交通问题 那我想过去在前几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在金融市政府 曾经有推动过所谓的新封街333项 或者是303项的一个道路拓宽工程 但是因为为了跟地方民意 可能有一些不相同的一个见解的之处 所以那时候的这两个计划 那就纷纷的暂停 而且不再做所谓的拓宽的这件事情 但是新封街的交通问题 还是持续的困扰着所有的一个居民 尤其在这两年将会有更新的三个建案也即将落成 那接下来会导致新封街更大的一个交通的一个困难之处 那其实在过去几年 在金融市政府其实就有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新封街的另外一个在新封街旁的调和街侧 新封街旁的那个河风街侧 其实有规划了一个所谓的八旗重化区 那这八旗重化区其实是时隔17年 在我们七旗重化区在七度的这个部分 17年之后才有的一个公办的一个市地重化的一个计划 那最主要除了所谓要满足所谓的新封街的一个交通问题以外 其实也是要解决我们现在困扰的一个防灾 以及公共设施不足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其实在去年底林永昌市长还在担任金融市长的时候 其实在当时就已经有宣布就是在八楼子的公办市地重化 现在已经完成初步的一个规划 那接下来在谢市长的这个新市府的这个阶段 那在这次的议会我也特别提出来 就是说现在八旗重化区的一个方向到底 我们市政府有没有要持续的一个进行 那首先感谢金融市政府给予我们一个正面的一个回应 就是希望说这个重化区的计划 能够来持续的来做一个推动 那所以其实当时候其实就很明确的讲到 我们其实要开辟的 就是要让新封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超宽20米来衔接我们的一个新封街 让我们的新封街从下方的这个区域 能够有新的一个连外的一个道路空间 能够通往条河街在经由台六二到台北 或者是到其他的区域 我相信这一条路的一个开辟 真的可以解决新封街在下半部分 就是303下半部分的这些居民 一旦要往台北或者是往市区的时候 他有另外一个交通行驶的一个选项 那更重要的是第二件事情 其实新封街因为太早期的一个规划 那导致其实在公共设施方面 其实是严重的一个不足 包含这么多将近中镇区三分之二的人口 都集中在这个区域 但是我们的一个派出所 我们的消防局 或者是我们的工友市场 甚至非常多新兴家庭很重视的所谓的公园绿地 其实在这个方面 在现有的新封街上面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规划 所以透过发起重画区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里面他将过去原本规划成工业区的空间 他把这个工业区取消 他取而代之是什么 就是保留所谓的绿地公园的一个规划 希望说这样用这种滚动式的调整 来满足所谓的新封街现在很多量能不足的一个区域 我相信这个发起重画区在未来整体的 整个东岸的一个城市发展 跟新封街整个区域的发展来讲的话 会是解决我们现有交通措施 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这个政策 会是比较长远的去思考这件事 但是就短期的部分 我们其实也请市政府已经开始研商 新封街的整体的一个交通规划的措施 应该进行一个总检讨 那我们希望说在这个部分 我们分成短期中期长期来解决我们新封街现在公共设施 以及交通量能不足的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 也期待市政府未来应该要更积极的持续来做推动 尤其这样的一个投资 其实对市政府来讲 其实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财政上面的一个收入 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收入之后 再配合其他区域的整体的开发来讲的话 会是更积极正向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边我们会在议会持续来监督这个案子的一个推动 也希望各位市民也可以来实际上更加了解这个八旗重划区 整体规划的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 以及未来我们有没有在举办所谓的地方公订会的时候 也邀请我们新封街周边的居民一同来参与 一起来了解这个八旗重划区 给新封街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是真的不管是关注在地的问题 或者是长远的规划都可以看到我们异作的用心 剩下最后一分钟 我们要请三位异作来跟大家说说话 我们先请陈怡异作 暑假即将来临 希望各位同学能多多运动 也要避免中午的时段 因为中午时段是非常炎热 希望大家多喝水 多喝水才不会中暑 那真的很不舒服 我们是敏讯异作 首先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观看我们中家新闻 那这一期的这个市政的座谈的 那非常开心可以跟陈怡跟浩瀚一起来讨论市政 那未来也是感谢我们所有好朋友对敏讯的支持 我们会继续努力 那为暖暖为基隆 创造更好美好的未来 我是暖最用心林敏讯 谢谢大家 谢谢敏讯 浩瀚 我想民意交上去是基隆 应该唯一一个让议员可以上节目来跟市民朋友分享 这些市政的一个经验以及我们市政的一个成果 那也希望说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的时候 觉得这个节目内容做的不错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跟我们的一个其他的市民朋友来分享 那让大家更加了解市政 那我想市政不只是我们议员的责任 也希望说我们市民一同来参与 让我们的基隆市政能够更向前 那在这边也再一次感谢小军姐 也感谢我们在电视经济前面的观众 那我是基隆好汉 张浩瀚 那我们一起努力改变基隆 对 让基隆越来越好 可以看见一座们深耕地方为民谋福的种种成果 感谢三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